诗篇第七十一篇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 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 主耶和华 你是我所盼望的 从我年幼 你是我所依靠的 我从出母胎 被你扶持 使我出母妇的是你 我必常常赞美你 许多人以我为怪 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 你的赞美 你的荣耀 终日闭满了我的口 我年老的时候 求你不要丢弃我 我力气衰弱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弃我 我的仇敌议论我 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 说神已经离弃他 我们追赶他 捉拿他吧 因为没有人搭救 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神啊 求你速速帮助我 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 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 我却要常常盼望 并要越发赞美你 我的口终日要诉说你的公义 和你的救恩 因我不计其数 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人的事 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 神啊 自我年幼时 你就教训我 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神啊 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弃我 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 将你的大人指示后世的人 神啊 你的公义甚高 行过大事的神啊 谁能像你 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激烂的 必使我们复活 从地的深处救上来 求你使我越发苍大 又转来安慰我 我的神啊 我要鼓舍称赞你 称赞你的诚实 以色列的圣者啊 我要弹琴歌颂你 我歌颂你的时候 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 都必欢呼 并且我的舌头 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 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 已经蒙羞受辱了 诗篇第七十二篇 神啊 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 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 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名 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 大山小山 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 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申愿 拯救穷乏之辈 压碎那欺压人的 太阳还存 月亮还在 人要敬畏你 直到万代 他必降临 像雨降在一割的草地上 如甘霖滋润田地 在他的日子 一人要发望 大有平安 好像月亮长存 他要执掌权柄 从这海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极 住在旷野的 必在他面前下拜 他的仇敌必要填土 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 四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 诸王都要叩拜他 万国都要侍奉他 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 他要搭救 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 他也要搭救 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 拯救穷乏人的性命 他要救赎他们 脱离羁压和强暴 他们的血在他眼中 看为宝贵 他们要存活 四巴的精子要奉给他 人要常常为他祷告 终日称颂他 在他的山顶上 五谷必然茂盛 所接的古石 要响动如利巴嫩的树林 城里的人要发望如地上的草 他的名要存到永远 要流传如日之久 人要因他蒙福 万国要称他有福 独行歧视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 直到永远 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阿们 阿们 耶稀的儿子大位的祈祷完毕 诗篇第七十三篇 神实在恩待 以色列那些清新的人 至于我 我的脚几乎失散 我的脚险些滑跌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 就心怀不平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 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 他们不向别人受苦 也不向别人招哉 所以 所以 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相上 强暴 向衣上遮住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眼睛 因体胖而突出 他们所得的 过于心里所想的 他们 他们讥笑人 凭恶意说 欺压人的话 他们说话至高 他们的口 亵渎上天 他们的蛇 毁谤全地 所以 神的名归到这里 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他们说 神怎样晓得 至高者 岂有知识呢 看啊 这就是恶人 他们既是常想安逸 财宝便加征 我实在突然 洁净了我的心 突然洗手 表明无辜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 没早晨受惩治 我若说 我要这样讲 这就是以奸诈 待你的重子 我思索 怎能明白这事 眼看失戏为难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 思想他们的结局 你实在把他们 安在华地 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他们转眼之间 成了何等的荒凉 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人睡醒了 怎样看梦 主啊 你醒了 也必照样 轻看他们的影像 因而我心里发酸 肺腑被刺 我这样愚昧无知 在你面前 如蓄泪一般 然而 我常与你同在 你掺着我的右手 你要以你的训言 引导我 以后 必接我到荣耀里 除你以外 在天上 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 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的肉体 和我的心肠 衰残 但神 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远离你的 必要死亡 凡离弃你 行邪淫的 你都灭绝了 但我亲近神 是与我有益 我以主耶和华 为我的避难所 好叫我述说 你一切的作为 诗篇 第七十四篇 神啊 你为何 永远丢弃我们呢 你为何 向你草场的羊 发露 如烟冒出呢 求你 纪念你 古时 所得来的 会众 就是你 所属 做你产业支派的 并纪念 你向来 所居住的 西安山 求你 局部 去看那 日久 荒凉之地 仇敌 在圣所中 所行的 一切恶事 你的敌人 在你 会中 吼叫 他们 竖了自己的旗 为记号 他们 好像 人 扬起 虎子 砍伐 林中 的 树 圣所中 一切雕刻的 他们 现在 用虎子 锤子 打坏了 他们 用火 焚烧 你的 圣所 亵渎 你 明的 居所 拆毁 到地 他们 心里 说 我们 要 进行 毁灭 他们 就在 遍地 把神 的 会所 都 烧毁了 我们 不见 我们的 标志 不再 有 先知 我们 内中 也 没有 人 知道 这 灾祸 要到 几时 呢 神 啊 敌人 辱骂 要到 几时 呢 仇敌 亵渎 你的 名 要 到 永远 吗 你 为什么 说 回 你的 右手 求 你 从 怀中 生 出来 毁 灭 他们 神 自古以来 为我的 王 在地上 施行 拯救 你曾 用能力 将海 分开 将水中 大鱼的 头 打破 你曾 砸碎 鳄鱼的 头 把它 给 旷野 的 禽兽 为 食物 你曾 分裂 磐石 水 变成了 溪河 你是 长流的 江河 干了 白昼 数 你 黑夜 也 数 你 亮光 和日 头 是 你所 预备 的 地的 一切 将界 是 你所 立 的 夏天 和冬天 是 你所 定 的 耶和 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要纪念余婉人怎样终日辱骂你,不要忘记你敌人的身影,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 诗篇第七十五篇 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 我到了锁定的日期,必按正职施行审判,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成立了地的柱子。 希拉,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脚,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景象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 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杯,使那人升高,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磨,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着酒的渣子,而且喝尽。 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一人的脚,必备高举。 真言第十五章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智慧人的蛇,善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 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 温良的蛇,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 愚望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 一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 智慧人的嘴,波扬知识,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 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知人祈祷,为他所喜悦。 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 舍弃正路的,必受言行,恨恶责备的,必至死亡。 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何况是人的心呢? 泄漫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 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 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 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享风言。 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凡乱不安。 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只惜纷争。 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 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 无知的人以愚望为乐,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 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 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何其实,何等美好。 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 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 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净。 贪恋财力地扰害几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 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 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 言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 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 弃绝管教地,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惠,尊荣以前必有谦卑。